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金门县政府日前不顾陆委会呼吁暂缓今夏通水典礼,执意在午日与近江同步举行通水仪式与通水典礼,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已在近江端活动致辞时,按批台湾陆委会建议延缓通水仪式横加阻拦,无理取闹,还称通水是在照顾金门人。 对此,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指出,中国卖给金门的河水售价是台湾的11倍,怒轰这样是在照顾金门人。 从马政府横跨到目前的蔡政府,过程顺利并没有受到阻挠。 王定宇指出,这项通水计划在2015年和中国签约时,达成以一度、吨、河水9.86元的售价卖给金门, 而台湾自来水公司向水隶数的水库买的河水,一度只要0.9元,两者售价相差大约11倍。 另外,台湾自来水一度售价大约为9.2元,中国卖给金门的河水、原水,竟然比经过处理的自来水还更贵。 王定宇还举例,马来西亚以一度0.08元的台币卖河水给新加坡,和中国卖给金门的售价相比差了120几倍, 认为这是一门生意,在商言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,他不会因此大骂中国过分。 但王定宇也不满地说,这一看就是在做生意,但你现在却跟我说,我在照顾你金门人。 痛批中国拿卖水仪式大作文章,节目主持人郑洪怡对此也痛批,中国这样做哪有在照顾啊?